收藏家扶春曉位於油麻地的單位被爆洩 蕭蕭華報稱損失總值40億的收藏品 包括有毛澤東的字畫和郵票 警方只是追緝3個男人 扶春曉說覺得好悲傷和痛苦 柳浩亭報道 報稱收藏字畫的單位位於油麻地尼敦大廈10樓 單位鐵閘的藍被咬彎 蕭蕭華案發在上星期四 保安員巡邏的時候發現鐵閘有被破壞的痕跡 懷疑有人入內爆洩於是報警 戶主系收藏家扶春曉 曾經在香港郵票展展出多幅毛澤東的字畫和郵票 據了解他今年1月已經回到內地 降落於星期二到單位點算損失 今次懷疑被偷走的收藏品 包括一幅大約2米長毛澤東寫的書法 報稱值20億元 其餘30至50幅字畫 也報稱合共價值近20億元 至於多張毛澤東的郵票 報稱值2千萬 扶春曉說因為兩地之間要檢疫 暫時來不了香港跟進 警方翻查閉路電視發現當日有三個可疑男人走入大廈 懷疑與案件有關 正是追查他們的行蹤 有線電視記者劉浩平 早安 早安